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可知 他出生于公元1677年 经历了康熙乾隆东镇嘉庆道光咸丰同志光绪宣同的八个皇帝 见过康乾盛世 也目睹了清王昌的衰弱面望 更见证了民国时期 长寿固然很好 可对于李清远来说 看着自己的七雅子孙里去 这是种什么感受 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可他为何那么长寿呢 长寿的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或许就和他的职业和养生方式有很大关系 他生前是个中医 自身对养生也是非常重视 并应用于生活之中 最重要的是 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平和的心态 能够长寿自然很好 然而小编认为 不管寿命长短 最重要的是 你对你这一生没有遗憾 无愧此生 便不枉此生 你觉得呢 欢迎大家来